旅次发表争议性言论的历史学家 拿督·赛纳克林今天凌晨4点半 在沙亚南医院去世享年80岁 拿督·赛纳克林的儿子诺扎沙菲里证实 父亲的遗体将在沙亚南21区的 伊斯兰墓园下葬 赛纳克林曾经在2019年10月6号的 马来人尊严大会上致开幕词 发表了种族与宗教相关的争议性言论 引起社会哗然 参与宗教相关的争议性言论